走出飯局久寒而熱 財委會招委羅明財 這晚邀的是銀行業來吃飯 當然也有找同黨立委 財委會的林德福 李彥秀 王洪威等人都有被邀來 就連民眾黨立委黃珊珊也在 飯局地點是前立法院長 王金平辦公室大樓 據了解他有現身 但先前不是說好這回 要找民進黨立委一起參加 難道又是位子不夠 有 那本來要來的 然後說 哇 為什麼那麼多媒體 然後就不敢來 可是就是因為你們在外面 羅明財說這次真的有邀民進黨立委 但有人私下透露 和羅明財一同去考察 就站在他隔壁 他連問都沒有問 多名立委也強調沒收到邀請 羅明財他透過用財政委員會招委名 好像立法院夾了他一些詮釋 我覺得羅明財有一些相關的行為 真的要考慮一些社會觀點 針對打炸的部分 那麼他們做了些什麼事情 並不是像我覺得一些特定的人 或有些人故意去做操作 前前找受賢業參序惹意 被質疑沒有利益迴避 這次怎麼仍要堅持辦參序 說吃飯是要和業者溝通交流 一切都是為台灣發展為考量 TVBS新聞蘇凱誠 劉宇俊 李宗哲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